你不可能每一次按这个执行 因为你如果要执行每一次都要执行的话 那如果今天你自己OK啦 可是如果别人的话这就不OK 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给别人用 你总不可能跟他讲说 你要到开发留言Visualback里面 然后再把表单找到 再把它执行起来 这样的话应该一般的使用者 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要希望 把这个表单叫出来 要怎么做 基本上呢最好的方案大概就几个 第一个就是说你可以在 你的那个Excel里面 如果你这边需要让他输入一些东西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加一个什么 启动表单的一个按钮 他就知道说按下去之后的话 那个表单就可以怎么样 被你启动起来了 那他就可以再去输入一些东西 那如果说他输入完之后呢 按个新增资料就进去了 那关掉的话就从这边可以关 OK这边有个叉叉嘛 关闭启动 关闭 OK那资料的话就很方便 那假如说我今天启动之后的话 那我可以将来输入一些东西 某某某 然后他的自动会给个编号 这上礼拜我们有demo过了 然后哪一天生日 然后他的血型 血型是哪一种血型 然后电信业者 比如说给一个数字 然后莫码的话 假设我key完之后 按新增 新增之后的话呢 当你把它关闭之后 最下面就会有一笔新的新的新的记录出来了 OK那如果说我们要启动的话 当然不可能说让使用者直接在visualback里面去启动 但是要怎么样让他按下按钮 可以启动 这个地方第一个就是启动的方法第一种 第二种就是说最好是怎么样 可以当那个他visual打开的时候 顺便也把这个表单给启动起来 OK那这样的话呢 我想会更好 因为有些使用者 他可能要找说你那个功能放哪里 他可能找不到 那不如怎么样 你就直接一启动的时候呢 就直接帮他把表单给启动起来 这样的话会是蛮好的策略 那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按部就班来看 第一个这个按钮 特别注意 做按钮之前 你要先做程序 你们还记得吧 我们前面的这个门号跟清除 是先把那个程序先做好 然后再怎么样 再插入 在开发领域里面的插入里面有个按钮 再去做按钮 所以如果你要产生一个启动表单的按钮之前 你就是要先到visualback里面 先产生一个程序 那这个程序名称的话呢 我把它也取叫做启动表单 OK 那怎么做 我再做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这个本来是没有的 你们的应该是没有这个东西了 所以呢 我把这个先删掉 那如何产生一个程序呢 当然跟门号是一样 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名称的话呢 我们就叫做启动表单 的一个按钮 那按钮一定是sub OK按确定 就这样 有没有 没事 反正以后 你要做按钮的流程都一样 插入一个程序 再写些什么东西 再去插入那个按钮 就OK了 流程大概就是这样 按确定 那 那你希望这个 这个启动表单里面要做什么事呢 就是把那个 我们的那个表单给叫出来 那往后的话 当然你这个表单里面有一个名称 或者你当然你不止一个表单 如果说你要把它启动起来非常简单 第一个 就是这个表单的名称 它会显示出来 它叫Home 那你要把它叫出来的话 很简单 它有个方法叫Show 所以那个物件 就是有点像 那个 那那个某某某 或者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软体零件 它的零件名称叫Home 它有个方法叫做Show Show就是可以做 把它显示出来的动作 Home点Show 然后呢 这样OK了 你按空白键 或者是直接移开就可以了 Home点Show就OK了 那当然同理可证 你Home 如果要隐藏 把它关闭的话 它里面有个叫High 有没有 那特别注意 其实Show 或者High 它一定是绿色的 表示它是一个方法 那另外它的什么 High的 它的高度 这个表单的高度 宽度 外观 颜色等等的 这个就叫属性 所以 在一个 那个元件 我们叫 也许你可以称物件 也没关系 这个物件呢 它本身一定会有方法 方法跟属性 那方法就是做什么 属性的话 就它的外观 大概简单讲 还是这样子 那也就是说 在那个VBA的设计里面 它基本上也是一样 上面的这一些 所有的功能 它都会有对应的 一个叫做方法 比如说你做什么 那这些方法 通通都是可程式化的 也就是说 上面所有功能 都可以把它放到 那个什么呢 VBA里面 让它你执行 那只是说 上面的功能 可能你点一下 就执行一次 点一下就执行一次 可是VBA里面呢 你可以去做什么 重复 比如说